屏東小琉球近年來 因為遊客眾多 出現不少狀況 昨天又發生娛樂船撞到自由潛水 員的意外事故 不過事發地點在美人洞 沙灘的開放性水域 沒有航線分解 未來該如何避免類似的危險情勢呢 就引發了討論 大鵬灣管理處則表示 將會加強宣導 潛水員浮在水面 召集大喊 屏東小琉球的美人洞沙灘 外海 十號中午發生一起娛樂船 撞到自由潛水員的驚險事故 所幸發現即時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至瞭解事發海域是當地熱門潛水地點 常有潛水愛好者娛樂船及交罰出沒 業者表示當天船在附近接水廢潛水的遊客 海面上有自由潛水的石器有四顆球 浮球它都是綁在底下是固定的 船長會閃人會閃浮球 結果它那個浮球應該是沒有綁 就我們船靠近的時候它被吸過來 然後甚至被割斷 相信大家都是熱愛這片海洋 所以還是要以理解包容友善的心 去互相面對 人船衝突頻傳險象還生 但由於當地是開放性水域 沒有航道或潛水分界管理處表示 會加強宣導 小琉球近年因遊客眾多 之前就曾發生有水上遊客闖入 漁港附近的航道玩水 就怕類似事件一再發生 會真的造成傷亡 潛水教練也呼籲業者之間 應保持理性找出共存方式 記者陳懷許正俊屏東報導